在篮球领域越靠近篮筐越容易得分 多年来身高一直被公认为球员发展的手牙天赋 即便是对于身高最矮的1号位控球后卫 全球顶级职业联赛的平均身高也在190公分左右 而对于身高要求最高的5号位中锋位置 平均身高则达到了210公分左右 然而体格的高大程度往往与灵活性成反比 而220公分的身高似乎是这个预值的一种表现 回顾NBA历史身高在210公分到220公分之间的球员数不胜数 而这其中的明星选手更是层出不穷 然而一旦将范围扩大至220公分以上 球员的数量就急剧减少 而其中的绝大多数球员都在板凳上或者场边观战 以近现代为例 诸如被戏称为印度姚明的布拉尔 水货榜眼的塔比特 昔日力军技巧物的塔克法尔等等 都是身高超过220公分的过客 根据数据统计 NBA中一共有26位球员身高超过220公分 然而令人感慨的是 在这个超过220公分的身高范围内 真正脱远而出的球员屈指可数 回顾NBA历史 我在记忆中找到了8位生涯值得一提的球员 在本视频中将以这一话题为切入点 根据球员活跃的年代为时间线 简要总结和回顾这些NBA球员的职业生涯 如果有遗漏或者其他值得提名的球员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和补充 1.拉尔夫·桑普森 身高224公分 NBA火焰年份 1983年至1995年 拉尔夫·桑普森 1983年NBA选秀业的状元之险 他在10个NBA赛季下 交出了场军 15.4分 8.8篮板 2.3助攻 1.6盖帽的数据 4次入选全明星阵容 一次入选二阵 回顾这位球员的NBA生涯 可以用闪示的常人彗星来形容 早在大学时期 他就被认为是独角兽球员 媒体纷纷给出了 之前没见过这个身高的球员 可以如此兼备敏捷的身手 和柔和的手感的赞誉 进入NBA后 拉尔夫·桑普森迅速展现了自己的天赋 新秀赛季 他交出了21分11篮板 2.4盖帽的数据 与奥拉壮一同组成梦幻双塔 带领火箭在1986年打入NBA总决赛 然而最终以2比4数给绿军未能夺冠 拉尔夫·桑普森属于新秀级巅峰类型的玻璃球星 但在四年级之后 他开始频繁受伤 数据下降逐步失宠于主教练 1987年他被送至金州勇士队 有着15分9篮板的不足数据 到了1989年 他被交易至萨克拉门托国王队 开始沦为替补球员 在91至92赛季开始前 他被解约 随后他在华盛顿子弹队找到一份临时合同 但打了10场球后 未能获得新合同 最终在31岁时被NBA淘汰 2.马克伊顿 身高224公分 NBA活跃年份1982至1993 马克伊顿被尊称为 蒙马相是NBA中一位大气晚城的篮球手 他在25岁时加入NBA之前 曾是一名气球工人 马克伊顿是NBA历史上 防守行中锋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的生涯场局数据为 6.0分 7.9篮板 3.5盖帽 而他的NBA职业生涯 一直贡献给了犹他爵士队 在他的巅峰时期 84至85赛季 他场均取得9.7分 11.3篮板 和5.6盖帽的强悍数据 在他12个赛季的NBA生涯中 他一次入选绝明星 三次荣英一防 两次斩获二防 还收获了四次盖帽王 和两次年度最佳防守球员 DPOY 他的53号球衣 因为他的卓越贡献 而被犹他爵士队永久推移 作为身高超过220公分的 常任球员 马克伊顿展现出了出色的体魄 享有相当漫长的NBA生涯 令人遗憾的是 在2021年5月 马克伊顿因车祸不幸离世 享年64岁 他在NBA历史上留下了不朽的足迹 三 李克·斯米茨 身高224公分 NBA活跃年份 1988至2000 时间回到1988年 NBA选秀业 来自荷兰的李克·斯米茨 在榜眼位置被步行者摘走 之后开启了12个赛季的步行者生涯 从没换队 生涯场均14.8分 6.1篮板 1.3盖帽 在1998年31岁的他 入选了生涯唯一一次全明星 在步行者于上世纪90年代的近旅岁月里 李克·斯米茨在球队里长期扮演二当家到三当家左右的角色 以稳定的表现文明NBA联盟 是当时少有的优异欧洲败人内线 在33岁之年 李克·斯米茨仍有场均23分钟的时间内 交出了12.9分 5.1篮板 1.3盖帽的高效表现 完全可以继续再载NBA和步行者多达这个赛季 然而在最后一个赛季 99-00赛季的总局赛上 李克·斯米茨遇上了如日中天的奥尼尔 在6场交锋中 大鲨鱼打爆了 由李克·斯米茨领衔的步行者内线军 交出了场均38.0分 16.7篮板 2.7盖帽的数据 在那一年总决赛之后 李克·斯米茨选择了隐退 4.阿维达斯 萨伯尼斯 身高221公分 NBA回忆年份 1995-2003 享有世界屋极美誉的老萨伯尼斯 是现代篮球史上相当彪悍的中锋 亦是杨明的偶像之一 在自己的巅峰年代 他多次被评为欧洲最佳球员 苏联时代 他曾帮助球队赢下1988年奥运冠军 此后作为立陶宛当家主将 他带领立陶宛在1992年 1996年奥运会两次拿下铜牌 时间回到1995年 31岁的老萨伯尼斯 受邀转战NBA联盟 毕时的他已经经历过双膝手术 弹跳能力几乎已经没有 然而他仍可靠着出色的经验 和无与伦比的技术 在相当有竞争力的开拓者队里 扮演首发中锋的角色 在31岁到38岁的NBA岁月里 他留下了场均12.0分 7.3篮板 1.1盖帽的数据 目前老萨伯尼斯是立陶宛篮鞋主席 而他的儿子小萨伯尼斯 亦是当下NBA内线篮球明星好手之一 5. 继德鲁纳斯·伊尔戈兹卡兹 身高221公分 NBA活跃年份1997-2011 绰号大Z的伊尔戈兹卡兹 来自立陶宛市1996年 黄金一代里的20号秀 在NBA生涯中主要效力于克里夫兰骑士 除了跟随老队友詹姆斯 一起转任热火的最后一个赛季 10-1赛季 回想当年迈阿密热火大火倒灶 无缘冠军戒指的大Z 在总决赛败于达勒斯小牛后宣布退役 在破云漫长的NBA生涯里 大Z场均13.0分 7.3篮板 1.6开冒 入选两次全明星阵容 是詹姆斯新秀早期到当打期 差不多最为靠谱和战力最强的队友 巅峰赛季大约是场均47%投篮命中率 17分8篮板水平的档次 在NBA早期 伊尔戈兹卡兹是典型的布里球员 前六个赛季因为频繁的脚伤 错过了接近300场比赛 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成长和导致了 后面技术型的偏弱球风 不过后续因为是技术流内线的关系 大Z的NBA生涯 可以延续到2010世代 打球合理 投射出色 难以被封盖 1v1防守稍软 是大Z的大体球风 曾几何时 它是仅次于姚明的NBA第二高度 亦是国内球迷眼中的熟面孔了 6. 姚明 身高226公分 NBA火焰年份 2003-2011 2002年NBA状元秀 生涯场均19.0分 9.2篮板 1.6助攻 1.9盖帽 巅峰赛季水准25分 9.4篮板 8次入选了全明星赛 两次入选二阵 三次入选三阵 无需过多介绍 姚明辉煌 但不漫长的篮球之旅 对于海量国内球迷早已是耳熟能详 回忆起来 热血沸腾 兴奋之余最后已难免扼腕神伤 在超过220公分的NBA球员之中 常年在NBA第一中锋竞争之类的姚明 在NBA产现出的战斗力 基本上就是最顶级的那一位 7. 克里斯塔普斯·波尔金吉斯 身高221公分 NBA火焰年份 2015至现在 现年28岁的拉托维亚中锋 波尔金吉斯 昔日绰号波神 效力于波士顿卡尔特人 篮球俱乐部 在2015年的选球之夜 在4号位置被尼克斯选中 之后在尼克斯起步发展 成为超级新星 于2019年转投达拉斯独行侠 21年转投奇才队 最后去年转投凯尔特人 生涯截至目前为止 波尔金吉斯场均19.6分 7.9篮板 1.8助攻 1.8盖茂 入选过一次全明星 在如此身高之下 波尔金吉斯拥有罕见身体条件的 常人球员 速度协调性爆发力 手感 臂展摸高 都是同体型球员里的上场 是我的印象里 再往上一个220公分以上 真的能打出成绩的 NBA球员 在与东西期拆伙 辗转奇才 现在再到凯尔特人之后 转眼已经到了球员 生涯黄金期的波神 本赛季作为首发球员 交出场均19.4分 6.9篮板 2助攻 1.9盖茂 虽然场均数据双双有所下降 但是凯尔特人在双炭花 以及波神的带领下 战绩领跑全联盟 表现可以说是相当不错 回顾波神过去的经历 他在被球迷寄遇无限希望成为内线顶星 不过因为心性 际遇 伤病等因素 达到明星水准的他 一时停留在平静期很久 期待他这赛季在凯尔特人的发挥 8.维克多 文斑亚马 身高226公分 NBA火焰年份 2023至今 在篮球界 有些名字代表着 无与伦比的才华和无限的可能性 而维克多 文斑亚马 无疑是新一代篮球巨星中的佼佼者 他以非凡的记忆 和令人惊叹的表现 已经让全世界篮球迷为之疯狂 文斑亚马于2004年1月4日 出生于法国勒谢奈 他以其卓越的身高 惊人的弹跳力和灵活的技巧 在场上统治力十足 他既可以胜任大前锋和中锋的位置 也可以在外线展示出精准的 三分投赏能力 他的全面性让他在比赛中无所不能 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 他都能展现出惊人的表现 2022年 文斑亚马带领阿斯维尔篮俱乐部 夺得法甲联赛冠军 成为了法国篮球的新一代领袖 同年12月 他以18岁359天的年纪 成为法甲男篮联赛 历史上最年轻的全明星MVP 这无疑是对他才华的最好肯定 然而文斑亚马的篮球生涯 并未止步于国内联赛 2023年6月 他在NBA选秀中 以状元秀的身份 被圣安都尼奥马斯队选中 正式踏入了世界篮球的最高殿堂 文斑亚马在NBA的生涯 他虽然刚开始不久 但已经展现出了令人瞩目的表现 场均20分10篮板3盖帽 得分和篮板均位于新秀球员第一 盖帽甚至位于全联盟球员第一 不过虽然他个人数据非常出色 但是目前马斯队仍未列西部赛区 倒数第一 希望他不仅能够拿到出色的个人数据 更能够带给马斯队胜利 期待他后续的表现 感谢各位朋友的观看 如果你对我的节目有什么建议 或者想看到的内容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将认真倾听每一位观众的意见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点击订阅按钮 不要错过更多精彩内容和深度解析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